好 所以對於摩擦力 我們現在有比較深的了解了 它是跟正向力有關 正向力越大的時候呢 我的摩擦力就越大 正向力更大的時候 摩擦力就越大 就這樣 OK 有問題 好 沒問題 OK OK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回到福利養 先看那個壓力 壓力上都很講啦 對不對 一個物體壓在一個表面上 假設這個物體壓在這個 一個平台 在平台下面有一個面積 平台下面有一個面積 平台下面有一個面積 可是面積可以改變的 這是一個藍桃 好 好 這上面就算是固定的 假設把這個籃子的底面積縮小 那我這個肩膚面上都改革的壓力變大變重 越大 所以我們說我們壓力跟誰成正比 像這個面積分積成正比 也是跟面積成反比的意思 那我放的東西越重 壓力越大越小 越大 越大越大 所以壓力跟我們上面的地層正比 越來越這個地層正比 好 所以我們就定義了 壓力是被定義出來的 骨骼定義那些東西是做實驗出來的 它也是 它是看到一個關係 它把關鍵字寫下來 之後那個等式 你看到F等於KS 這個等於要成立 這個K字怎麼出來的 K字怎麼出來的 K字就是要彈簧的印度 做實驗得到的 彈簧的印度 我今天拿一個彈簧來做實驗 這個叫做K字 拿第二根彈簧 我可以得到第一根K字 每個彈簧都不同的K字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壓力呢 P等於F比A 這個是被定義出來的 它沒有係數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有係數 有沒有這個K字 沒有K字 它沒有係數 K字通常就是會 我們時間做出來 通常就是K字會很漂亮 上次就是 有的是10點多 11點多 像什麼 像楊活甲姐常數 那是某種系統 楊活甲姐常數 就是銀墨有幾個分子 銀墨有幾個原子 這個東西就是要說 楊活甲姐的方式 6點1 2 3 4 放一個 這東西是楊活甲姐常數 好 那是另外一個常數 那東西是做實驗得到的 所以它速度不很漂亮 但是都是被定義出來的 定義 意思是說 我觀察到 有個現象 跟力乘成比 這個現象跟面積的 面積乘成比 我就把這個現象 定義叫做壓力 壓力這樣被定義出來 OK 好 壓力被定義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的壓力 水的壓力 水的壓力 現在有液體喔 水的壓力很特別喔 水 當它進入液體之後 水的壓力是沒有方向性的 在陸地上是有方向性的喔 你看一下這個東西 在這邊 請問這個面所受的壓力 來自哪裡 這個面所受的壓力來自哪裡 帽子啊 然後籃子 籃子 籃子的底部 所以它向下 這壓力是向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兩個禮拜 就把耳朵 就有什麼 對 對 快沒有什麼 很想說 這個禮拜結束 再下一個禮拜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 對 切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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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壓力是有方向性的 它是向下 它是平 它是從於這個接觸表面 它是從於這個接觸表面 那 在液體裡面呢 很特別喔 這壓力是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到誰裡面去 我會說 喔 我覺得好像這邊壓我的體 這邊還大力 會不會 會不會說到這邊壓的體 這邊還大力 到誰裡面去 到誰裡面去 應該是上面壓的體 下面還大力 上面 這邊壓力大 還是腳的壓力大 就在蛇裡面嗎 對 對對 應該馬路上 它會比較太多 因為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但是有差 差也還蠻多的 像我這樣是1.5 1.6公分 1.6公分左右 我如果潛在水平潛下去的話 而且是指定點的潛下去的話 我頭頂上的壓力 跟我腳 所承受的壓力 會相差大概是 相當於是 6分之1個大壓力 6分之1個大壓力 算不小 算不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來說 夾肉這邊放一張紙 這個紙呢 剛好它密度跟水是一樣的 所以它停在水中間 它不會滯下來 你會發現這樣子 會不會向上移動 或向下移動 會不會 會不會向這邊移動 還是向這邊移動 不會吧 不會嘛 基本上不會移動 我們怎麼來看呢 這邊是不是有壓力壓拉 水 這邊有壓力壓拉 水 這邊有壓力壓拉 下面有壓力壓 所以我們說 當它不會移動 表示力平衡 是不是力平衡 是不是力在平衡 左右兩邊力一樣大 而且這個童子也起來了 你在幹嘛 你沒有看黑板紙照 在這樣子 當這張紙的上面下面的力一樣 這張紙才不會動 是不是這樣子 來看一下喔 假設這張紙 看看它的面積是A 上面這邊壓力就都P上好了 我 這張壓力要P下 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子上面的壓力跟這樣子下面的壓力 S 好了 那請問上面所揍的力是多少 上面還是就是它上面的動力 F上 是多少 F上 F 脆的壓力啊 我已經給你 該給他 我給了你面積 我給了你壓力 那你講面積是什麼 面積是這樣子的面積壓力 我這樣紙 沉到水面去了 這樣紙才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P上 所以要P下 我這張紙的上面水給它的壓力有多少 幾分是P下 P上 我這張下面的水給它的壓力是P下 那我已經有面積 上面可以給壓力 我來 那是怎麼 壓力應該是人家的力量 對 下面沒有壓力 下面應該是沒有人 我們來看你所說的 假設下面沒有辦法給壓力 我們只有上面給壓力 上面有壓力 身上這個捏肌 我知道什麼 上面的力量 下面既然沒有壓力 上面是浮力 浮力 浮力是多少 就是 就是 下 那就來 就是壓力 我們福利等一下再講 基本上這張紙 如果說假設這張紙沒有體積的話 當然沒有福利的 所以我說這張紙很薄 在水裡面 我們現在長這樣子的時候呢 看一下 上面的壓力 假設上面有壓力 下面也有壓力 上面的壓力要轉換成上面 這張紙上面所承受的力 怎麼轉換 怎麼把壓力轉換成力 壓力轉換成力 壓力轉換成力 就是 每面積受到了 這個壓力 才有 每面積 所受的壓力 就是力 OK 我們可以回到這邊來 壓力我知道了 面積我知道了 啊力 怎麼知道 可以 怎麼算 就是 就是 A 就是B乘的A 對不對 就是B乘的A 對不對 也不知道 就寫在這裡啊 有沒有知道 這個東西可以改變 你知道嗎 可以不可以 你處理得不好 我講過的方法 再做一次 就是 我去買蘋果 我花了十塊錢 我如果蘋果一個五塊錢 我可以買幾個蘋果 我可以買幾個蘋果 所以10块钱等于5块钱的苹果可以买几个 这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会贵钱 所以下次你遇到的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转换的时候拜托去想一下 我好像知道3等于6等于2 所以6等于什么 等于3等于2 3等于2 这如果是p 这如果是f 这如果是a f等于什么 p等于a 是不是这样子 这简单的数学 当你带出有困难的时候 就把它转换成一半 数字 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拜托这东西 不要卡住 我给的一个关系是 当这3个有 有关系的时候 我给你其中的2个 你只要第3个 可以 可以吧 这东西应该是 可以立刻反应 我们现在通过 有些人是不反应 有些人是反应得很少生 有些人是会反应 可是那反应经常是 不见得是正确的 那我们就不知道 我该不再去往下讲 那有些同学 可能金种的话 他就会 就会先卡住 就先不讲 因为讲了之后 就其他朋友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问自己 问自己真福利 你知道吗 问自己真权利 你学会是你的权利 所以你不会的时候 就要迅速的 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那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你说我会了 浪费你去往下讲 这样最节省时间的上课方法 懂吗 所以我每次要问问题 我都在check你们往后抖 我不是故意要考你们 我要check你懂不懂 如果你已经抖 我抖 我们就可以去往下讲 很快就往下讲 所以拜託 我们 看伤害也快一点点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张纸 温柳子的面积了 我告知你这边的压力了 还有下面的压力 所以要指这张上面的压力 给它做什么压力 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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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咧 就没了 我不在跟他讲吗 这次我们现在座位 不好意思拿错了 你先拿我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压力 我只要把这个阻力 折到面积就好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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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上面的压力 是不是把上面的压力 成成这样子的面积 这样子下面所做的力 多大 下面什么 下面 披下 披下 下面的压力 成这样子的面积 好了 这样子我们知道在水平不会动 那脚是什么 第一个 上面压力 跟下面压力是一样的 好了 把这样子转个90度 你弄的这样子会浮上来 还是会沉上去 只要水平不会沉上去 你不会浮上来的话 我转个90度它会动吗 还是不会动 对不对 所以以此类推 这样子的时候 左边压力跟右边压力不一样 也是一样 我再把它转45度角 变这样子的时候 像这边压力跟这边压力不一样 还是一样 它是不会动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液体里面 任何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点上的压力 是四面八方的 没有 这样没有问题 没有 这没有问题 我这样简单就是一个证明 解释了 可是我们想知道 这个水到底有活动 怎么测压力呢 我怎么想知道 变点压力多大 怎么告诉我 嗯 你可以点的 就是上面的水都取出来 然后放到 蹭那边测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然后派一下 非常好 就这么做 好 加一点 对 加一下 嗯 诶 没有造工的名字 有 有 好 好 我拿一支吸管 把它插进去 你可以想像吸管下面的面积吗 嗯 好 假设这面积就说A好了 对不对 嗯 那我 就像刚刚造工讲的 我就把这个吸管里面的水 搞清楚它多重就好了 嗯 对不对 我搞清楚它多重就好了 好 这边的水有多重 怎么出来 就蹭一下 什么更科学的方法 蹭一下不够 蹭一下不够科学 我们现在要找这个方法 这方面蹭一下 就知道水的那个密度 我 我只要知道水的密度就好了 好了 里面加一点好了 我先知道水的密度 我水的密度我知道B 好 然后沉上什么 沿 那里面的水的密度 全部都水吗 没有进水怎么算 吸管 있죠 扣这么多的密度 是吧 我已經告訴你 底面積是A咯 OK OK A比高 是不是 是不是 底面積乘高就是我的體積了 是吧 是吧 所以底面積乘上高 我就知道我體積有多大 原子體的體積就知道了 所以這裡面的重量你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嗎 體積乘密度 體積是什麼 體積是什麼 體積就是 底層高 我寫代表有問題 沒有 WU是重量 我在寫的時候就講 重量 事實上是質量 不是重量 是質量 質量 好 質量 質量轉換成重量 事實上就是幾顆 幾顆重 重量的意思是 這個質量在地球表面受到的地心引力 所以重量事實上是地的單位 我這樣解釋有 我這樣解釋有 因為這東西是1公斤 質量是1公斤 它在地球表面它的 力吸引力吸它的重量是多少 1公斤 重 1公斤重 1公斤重就是力的單位 地球對它吸的是力 吸引力是1公斤重 它的質量是1公斤 所以我們當它轉換成力的時候 轉換成力的時候 我們要做個事情 是要把這個東西 要乘上重量加速度 就是G 重量加速度 重量加速度 這是力 這是質量跟力的轉換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 這邊還沒講到這邊 這邊還沒講到這邊 哦 所以 換一下 沒有換一下 好啦 我們沒有講到這個 加速度 我們這個算出來 結果是一個重量 對不對 是一個質量對不對 所以我們加上W 你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重力 對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假設這是一個D 那我的D壓力多少 壓力 壓力 壓力有沒有定制D 除上面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只要把D 除上面積就好啦 嗯 我們剛剛算出來D多少 A H D 是不是 A D除上A 會得到嗎 HD 高清 高清 高清嘛 對 HIGH HB是什麼意思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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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是高清的意思 好 所以你看水裡面的壓力這樣這麼容易測 這一點的壓力多少 你不知道跟誰有關 高度 跟距離水面的高度 還有跟誰有關 密度 跟密度 跟密度 就只有這樣很簡單 所以 剛剛一個問題 我前到水面去了 我頭左手的壓力比較大 還是腳左手的壓力比較大 還是腳左手的壓力比較大 我會帶低腳前腿的壓力 我沒有帶低腳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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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你知道 頭的壓力比較大 腳的壓力比較大 腳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前腿頂 是每一道前腿頂 前腿頂很深嗎 也是啊 為什麼前腿頂很深不行 因為壓力 為什麼會爆掉 你壓力太大了 壓力太大了吧 假的很淺的地方 壓力比較大 那就大腿頂很淺的地方 然後這幾乎很深的地方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前腿頂越深的地方 這個高度越深 高度越深 你得到的壓力越大 你看 我們解出來了 我們目前的能力 比150年前的科學家厲害了 對不對 慢慢解不出來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前腿越深 壓力越大 就這樣 所以就告訴你說 你做了 前腿頂 腿要很厚 腿要很紮實 接縫要很好 不小心的話 前腿就 砰砰砰砰就爆掉了 整個前腿頂被壓扁 好 這就是水的壓力就知道了 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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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為了問題 簡單的問題 那這個單位是什麼 壓力嘛 我們這邊得到的壓力是 壓力的單位是什麼 是每公分 每公分 每公分 上面什麼 可能是公斤重 會不會這樣子 這什麼 單位啊 壓力的單位不是在這邊 上面是D 下面是面積嘛 是不是在用單位 可是這邊是HD啊 我們想HD會等於這個東西嗎 來我們想想看 HD H單位是什麼 長度 長度 長度我們用什麼單位代號 呃 M 用公分好不好 用公分 CM 好 那第一 密度的單位是什麼 密度 密度當然會忘記啦 沒有 質量除以體積 是不是質量除以體積 是不是質量除以體積 所以是 假設用公斤 用公斤好了 體積用地方公斤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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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層上公分 這是公分 把它去 公分是不是跟這種東西 跌掉 這東西 這東西 一不一樣 沒有差一個W 沒有加一個W 因為我們這是 一開始是質量 要換上能力的時候 要加一個W 我告訴你 公斤重 是公斤重 或者是你可以用克重也可以 即刻即刻刻重而已 好 但是單位是一樣的 單位是一樣的 有沒有 所以在檢查一個東西 對不對 除了 是不是對不對很重要之外 接下來單位很重要 單位的大小 單位的內容很重要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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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知道壓力了 那我看一下福利 什麼是福利 什麼是福利啊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是福利 同學 同學 什麼是福利 福利 福利就是往上撐的力啊 往上撐的力啊 有時候把空氣踩出去 把空氣踩出去 把空氣踩出去 就是把空氣踩出去 然後把空氣踩出去 然後把空氣踩到水上面 你知道為什麼泡泡會浮上來嗎 泡泡會浮上來嗎 泡泡會浮上來 因為水要把空氣趕走 不是 水要把空氣趕走 對啊 簡單來講 我們先舉個例 舉個例 這是水面 我把這東西推到水裡面去 這是一個圓柱 這是一個圓柱 或是一個方塊 我把一個方塊推到水裡面去 好 像我圈子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方塊 看這方塊 這邊 下面有沒有受到一個壓力 下面有沒有受到一個壓力 這壓力跟誰有關 跟水啊 跟這個高度有關嗎 跟水 你不要回答檢查題 你要講清楚 答案是什麼 水 跟水有關 水的壓力 這邊的壓力跟體質有關嗎 這邊的壓力跟誰有關 這邊的壓力跟誰有關 密度跟什麼高度 密度跟什麼高度 水的深度還是這邊的高度 這邊的高度 這邊的高度 跟水面的高度有關對不對 請問這個水面上這邊有沒有壓力 沒有 沒有壓力 所以當這個下去的時候 假設這本身沒有重量 這本身沒有重量 這本身沒有重量是嗎 嗯 它會頂上來只有圓 為什麼會頂上來 因為它痛不夠壓力 怎麼樣痛不夠壓力 就是壓力把它往上 壓力往上推啊 懂意思嗎 這個東西 假設它本身 這個東西沒有重量 運動師不跑力 我們心裡的重量 幾乎本身沒有重量 它會前到水面去 一定是我壓讓它下去嘛 所以當它平衡的時候 請問哪兩個力量在平衡 有 就是你往下壓 跟它通常有力量 就是平衡 對 我往下壓的壓力 往下壓的力量 跟水下面這一面 形成的壓力往上推 才能平衡嗎 那你再想一想 我越往下推 我的壓力 我手中的力越大 越大 越大 為什麼 因為它整個面 它那個 底部 高度越大 所以高度它越大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把足力去做個思考 當我們把一個物體 推到水底下去的時候 這是一個正力剛體 所以我們就看同樣 看看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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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的壓力 跟這邊的壓力 一不一樣 一樣 就左右抵銷就管它 對不對 這邊的壓力 跟這邊的壓力一樣 抵銷了 都抵銷都抵銷 唯一不能抵銷 唯一不能抵銷在哪裡 上面的下面不能抵銷 對不對 所以 下面推它的壓力 有多少 壓力有多少 有多少 壓力 抵銷 這個壓力 這是壓力啊 那我想知道我需要揮功導力才能夠平衡 我怎麼把這個壓力轉換成力 怎麼轉換 非常好 升級面積 所以只要把你面積加一點 加你的熱情擦一度 好 你看 我們這個面積 乘上來之後就變成力了 是不是 就變成底面所承受的力了 是不是 好了 你看一個事情 H跟A成起來變成什麼 H跟A成起來 H跟A成起來變什麼 高度成A 高度成體積 高度成體積 變成體積 是不是變成體積 跟B 乘上B 這個B是什麼 體積 我知道 你是哪邊的體積 是 側面的 水面下的體積非常好 是水面下的體積耶 我沉到水面下的體積 所以基本上很簡單 我一個東西的福利是多少 就等於這個東西 沉到水面去 的體積 去沉到水的密度 就好 是不是 這個B是誰的D 這是水的D 這是水的D 是水的密度 這個B是誰的B 這個B 這個B 鑽面下的 體積 這是它排開水的體積 是不是 它排開水的體積 那你為什麼問我 你說 你講這是 剛好浮在水面上 它沉在水面上 它沉在水面上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沉在水面上 好 所以沒有東西沉到水面上 好 等它這邊去 好了 一樣的 前面這邊的壓力 跟後面這邊的壓力 一不一樣 面積也一樣 壓力也一樣 不管它 左邊這邊壓力 跟右邊壓力 應該是右邊左邊 好 一樣 不管它 我們要考慮走上面跟下面 對不對 下面而已 對 上面跟下面 好 假設這個高度是 假設這個高度是 H 這高度是 H加H 大H加小H 大H表示這個物體 在水下面的深度 小H表示這個物體的高度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 這面積假設是N 好 下面的面積是N 好 好 請問 上面這個面所承受壓力是多少 上面這個面所承受壓力是多少 上面這個面所承受 H H 可以承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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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承受的高度 總高度 就是大H加小H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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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整個箱子 一整個大 然後減掉H 喔 為什麼這樣從高度多長 兩下 我一定需要這個高度嗎 好像是 對 我們剛剛講說 認了一個點上的高度 認了一個點上的壓力 把這點上的壓力多大 那我需要量什麼 你需要量密度 什麼密度是 就是 你需要哪個 裡面幾個 什麼都面積有關係 我們剛剛不是 這邊才算完 我們剛剛這邊算完的 我們的壓力 不就是等於SE嗎 對 這什麼意思 就是高度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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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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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邊 就是 水裡面 到哪邊 到F OK 講清楚 這麼重要的時間點 你去上二層 你不覺得可惜嗎 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抖 有點抖 所以從水面上 從水面上 我通常沒有力 所以下面這一個點 你知道的壓力多少 你知道的壓力多少 H 加H 加H 然後 加H 我說 什麼呢 加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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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什麼 乘上面積 乘上面積 乘上體積 乘上體積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 乘上水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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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的壓力是 大H加小H 乘上密度 乘上密度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所承受的力 是多少 F 上 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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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上面這個面所承受的力量有多大 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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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面承受的力量等於 壓力 壓力 然後咧 中圈 中圈 上面的力量等於什麼 上面這個面所承受的力量等於什麼 壓力 是不是壓力成A 是不是壓力成A 你不知道 已經太快了對不對 所以你要很差 因為你剛沒有很差 我不知道很差在哪裡 所以要是很差 你跟手路 不是 你是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的導演 所以你必須為自己喊他 懂意思嗎 我是上課老師 在這邊 我是只是在 在講受我知道的東西 可是我不會知道你哪裡知道 對不對 細節一定是你最清楚你哪裡知道 所以你是你自己的導演 你自己為自己喊他 你喊他我才可以重新講 我才可以再真正你不知道 要再想清楚 絕對不要不好意思 雖然有人就這樣中途離奇 他認為他會懂 那你你不用問他負責 你問自己負責就好 他太短了 對對對 就用你判斷 我們剛剛就講到 力量是 力量 不讓面積會給壓力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一開始的定義 所以我既然知道這三個的關係 我如果已經知道壓力 也知道面積的大小 我是可以覺得到 反肢就垂到 我這個面積的力是多少 對啊對啊 是不是 你看嘛 這邊所承受的壓力 是等於力量 上面所承受的力量 直到這個面積 是不是 可是假設我不知道這個 力量有多少 可是我知道壓力了 我把壓力跟面積相成 我就有時候 所受的力 是不是 所以這三個的關係 是比體肌肌肌有關係存在的 所以我只要知道任何的兩者 我就知道第三個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剛在這邊 糾結了用吸管的概念 去算入吸管底部的壓力 是不是 所以水裡面的 任的一個點的壓力 只跟 高度跟水的密度有關 壓力喔 任的一個點的壓力 只跟高度跟水的密度有關 水的密度有關 就只有這兩個關係 說不就很清楚 水裡面真的一點的壓力 就可以知道 那我們要想知道 這個 這個蝦子 的上面所承受的壓力 是不是跟上面的高度有關呢 是不是 把這高度的密度 就是上面所承受的壓力拿來 對不對 把這壓力再轉換成 它所承受的力 有多大 我們只要把壓力 在上面的面積就可以了 對吧 對吧 好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步一步往下推 所以我只要把 上面的 這個力量呢 就是上面的壓力 乘到面積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壓力有多大 我們剛剛就算過了 這個 等於H乘到P 再乘到A 我就可以知道上面的壓力啊 上面的手夠的力對不對 好 那麼一樣 F下呢 等於什麼 F下等於什麼 下面的壓力 然後轉去哪一個壓力 下面的壓力 下面的壓力 然後轉去哪一個壓力 下面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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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A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底下壓力多少 是不是大H加小H 乘上P 對 然後再乘上一個A 然後就給它下面的力量了 是吧? 好了 下面的壓力量 為什麼下面的壓力量都是大H大小H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點上的深度是大H 我們知道箱子的高度是小H 那下面這個面距離水平面有多高? 就是總共兩高 可是它實際上並不會收到壓力壓 因為它上面的面膜上不住壓力壓 所以應該是底下的壓力算不上了吧 不知道不知道會收到會收到 因為它還是壓力壓下來 水會往中間沖進來 那水在任何一個點上 要這個高度相同 它這個高度上所受的壓力是一樣的 就這樣子 它所受的高度 只要是高度相同 它所受的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下面的壓力 也會等同它旁邊的這個點上的壓力 OK 它跟它上面的東西是無關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上面的力跟下面的力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 F 下 -F 上 這兩個相點什麼意思? F 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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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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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假設上像上,所以這支必定這支 第一支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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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是啊,這支是誰的地 指只是 центр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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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所以我有一次講,它所做的福利,這東西強調配出去了 它所做的福利是這個器的體積,它排開水的體積,跟水的密度有關 那我曉得怪整都要奮手 B乘以继续被推倒出来的结果 你看 反正就是H 甚至这个A H乘以A不是体积 对啊 就是它的体积 就是方块的体积 刚才我有一天 有时候方块的球在一起 B在第二个球在一起 那你这边说 不是大H加小E乘以D 对啊 还乘上A 对啊 这边说大H乘上D乘上A 那我问你以前 那个D它也是怎么还用的啊 我知道它是整个 所以有的蜜度会代表很长的一点 应该代表它往下压了 这个D是来自于 我们看在球解 球解 它水下的压力 任了一个深度 任了一个深度的压力 怎么算 就是把这个深度 乘上它的水的蜜度就好 蜜度就进来了 那你如果真的解释它的意义的时候 就说 基本上 每一个水根子都想像下挤 对不对 它会想像下挤 所以就像你讲 它会被挤 它也会被挤出来 会被挤出来 这是福利的形成 福利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福利跟水有关 福利已经跟水的密度有关了 福利不会跟它本身的密度有关了 所以假设 作为是我们感觉 和平方球 因为我们感觉 实际上 我们感觉 不需要 我们感觉 不需要 我们感觉 为什么 我们感觉 我们感觉 对 我们感觉 那是福利跟比较容易提供没有关系啊 比较容易提供起来是你的感觉 它有它本身的重量压不住的福利 本身的质量压不住的福利 它本身所受的力气已经比较太小了 所以比较另外的外界的力 可是它本身受水济上的力 一不一样大 一样大 因为它们两个体积就是一样大的 所以有那个概念吗 这两个体积一样大的东西 进到水内去 都是一样把水抬开那么多 所以水想它挤上的力量是一样大 水想它挤上的力量是一样大 所以福利是一样大 水的福利只来自于 液体的福利只来自于 你抬开这个液体的体积有关系 你抬开体积有关系 你会觉得乒乓球 福利比较大 因为乒乓球本身很轻 你看到福利有了 看一看 这个有超�的力量 我们把自己插上的力量 看一看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要画代表 画底部 以后中画底部生不就有关 可能生不就没有关系 我现在有个东西 有个东西 体积什么 它进到水面去了 他下水了 他停留在 这个状况 还是这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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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真的有止步 他真的有止步 他会是哪个状况 看重量 看重量 他情况就浮点有关系 跟浮点有关系 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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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浮力比较大还是重力比较大 只有他回答我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那又加一点了 好 请问 这两个 浮力 跟重力 这比较大 重力 W 浮力 F 在A这个状况 跟B这个状况 跟C这个状况 跟B这个状况 好 看一下 我都没有外施针合力 我都没有外施针合力 A这个状况 W跟F的关系是什么 W 它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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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A的状况 F跟小B的关系 是相等 在B的状况 F跟小B的关系 同学 请 谢谢你的 你们要告诉我 你们现在是有参与吗 是题目还没听懂 还是什么问题 我要知道 因为你们现在是有点忙碌的看着我 所以我要知道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是题目不知道要是什么 我要回去检查一下 我的中文表白能力 我们这边常常用一些代号 因为代号比较简单 代号有时候因为在心情上 因为太多的心情 我们就推倒的问题太多了 不然你跟其他各个比赛 我们感到 思产科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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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一直写 我都一直在写版书 我记得他都没有什么品 那假设我都写中文的话 我也写不完 比平常都写到中文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简写 简写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学的信代物理 信代物理是以西方为主 他们先发展出来 所以大部分他们就用英文来做代号 比如说W 为什么W 因为它不会 EI GST 这意思是重量的意思 所以通常W W代表实力 那这边为什么F F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floating 第二个是force force 直立的意思 所以通常有这个代号 其实它一定是意义 所以你可以去解它到底是在哪里 那V是什么 V是底肌 底肌是Volum Volum Volum 它是底肌的意思 所以通常用代号 但是我通常在写的时候 我会讲中文 所以你可以记得 我写的东西跟 跟英文字是什么关系 这个部分呢 这样有适应期 这个Even在国的间 当现在高二高三班 在你这个年纪上课的时候 他们有同样的困难 他们有个适应期 要适应会很困难 当然高年级 越高年级越轻松了 因为你已经习惯一些 英文东西 或者性质上的 上的比较深了 所以你的适应比较简单 可是 因为现在有 有一些状况是 有些同学的 数学比较更加 数学也比在 博弈的程度 或是怎样 所以 那时候讲到这些 你会觉得 比较觉得你辛苦 可是 可是我 我想说 当你听不懂 一定要在乎 也许是听不听不懂 也许是我讲解听不懂 一定要随时问 一定要喊他 你不喊他 我就不会知道 卡在哪里 就不会知道卡在哪里 好 好 我把这些分享 好 好了 所以 B这个状况 请问 他 所受的重力 跟他所受的水 福利的关系 时候 重力 W 跟所受的福利 F 这件的关系很好 好了 就是 一样 C呢 C这个状况比较特别 C这个状况是 他在水里面 任意游动 宅浮宅沉 所以他的重力 W 跟他所受的福利 F 之间关系什么 我所谓宅浮宅沉 就是 水如果向下流 他就向下流 水如果向上流 他就向上流 水如果没有游动 他就向上流 所以 F跟W 关系什么 有 也是一样 基本上 一样的意思就是 利平衡 利平衡就是没有受力 没有受力的现象就是 第一个 运动方法没有改变 第二个 没有变形 第三个 没有破坏 对不对 在这AV系伤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 水如果没有流动 他就会成的状况 不会改变 所以运动方法没有改变 他不受力 利平衡 利平衡 所以说你要分析一下 他的利一定要相等 大小相等 方便相等 所以要做两个利 重力跟浮力 所以两个一定是相等 大小一定是相等 好 第一个状况 靠到底下来 那是飞起来 还会飞起来 嗯 在镜子的时候 它向下 它底下 你水稍微扰动 它也不会浮上来 不少 就是 W比较大 F比较小 因为它的浮力衝不起来 福力衝不起来 所以它就衷下去了 可是如果水 alta River 水 Dim самом 只要水打 industrial 化学应该要差 當然是在那邊補兵,幫你支撐一些重量 我跟你講,我真的這麼怕 我落到水裡去,你再撐我,我的重量會變小 因為水支撐了我的一些部分重量 我的水可以把你過一點刷 OK,好,謝謝你的分享 好,那個...我們... 基本上是上網 耶~~~ 好,我們只要收兩個禮拜 同學,你要不要再新體驗 作業,作業,請 作業,請,下禮拜 上課之前,你交給我 下禮拜上課之前,你交給我 要盡量寫完 沒有考過,你沒有考嗎 沒有考進去 對一口